近期一部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大明节》 热爆中国大陆的影视评论界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明朝末年 崇祯皇帝启用名将名医来挽救内忧外患 瘟疫蔓延的大明王朝 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评论就认为这部影片影射了穷途末路的中共政权 警示中共瘟疫可治 人心难受 《大明节》是由刘美海归人士谢小冬编剧 新年导演王靖指导的历史题材影片 影片描述1642年明朝末年 全国瘟疫横行战乱四起 崇祯皇帝把关在死牢的名将孙传廷释放 令他率兵征讨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大明节》10月25号在中国大陆西院首映 立即引来了各个影片网站的热播 北京 广州和深圳等街头则出现了DVD版 影片中故事的时代背景与当今中国社会相似 片中情节与人物言行 令观众联想到时下的中共 甚至对号入座引起强烈共鸣 有评论质疑 这样一部借古玉金影射中共政权穷途末路的影片 是如何通过电影管理部门审查的 也有评论称赞创作者高明 把真实历史和艺术创造巧妙结合 使审查者无可挑剔 还有评论则认为 这部影片通过了中共文宣的审查乃是天意 其实任何朝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那个阶段的社会状况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贪官污吏变地 严巡训法 镇压民不聊生 瘟疫流行等等 所以与其说这部电影是借古玉金 不如说是历史在给现在的人上课 影片中记述 名将孙传廷率兵征讨农民起义军 可军饷不计 军营内瘟疫蔓延 军营外的村民也因为瘟疫几乎死绝 当名医吴又可赶往军营 告诉赵提领 瘟疫传染的原因时 赵提领因在军中置疑无效 已被指挥使杀害 吴又可让指挥使告知全城百姓 大瘟疫将至 务必人人小心 但只会使一听勃然大怒 骂道如此一来岂不军心大乱 由于赵提领封锁消息 随后军营中死亡者倍增 网民指出 这像极了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爆发时 中共为了粉饰太平封锁消息的情形 影片中还描述 当国库空虚钱粮紧缺时 孙传廷要到金利斯查账 追缴官吏们多年来囤积的钱和粮 但金利斯一夜间被一场大火烧掉了 官吏们的收支再无从查起 网民说 这与中共巡视组到地方展开工作 中储粮中储棉马上发生大火如出一辙 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是 谁可宰州亦可覆州 但是像暴秦和中共以及各个朝代末期 官员们都如狼似虎的镇压百姓 盘剥百姓 所以中共走入暴秦的结局 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 这与当今中国社会也十分相似 社会矛盾激化 大规模群体事件刺激彼伏 血案冤案不绝 对此明朝用东厂西厂残酷镇压 中共则用公安武警维稳 罔顾人权如出一辙 前香港联合报文艺类专栏作家张成爵指出 现今的中共社会还不如明朝末期 他说明朝是私有制 民众有私有权 张成爵指出 中共执政几十年来制造大饥荒 大屠杀文革等 害死八千万中国人 把经济搞垮 把传统文化摧毁 屠杀六四学生 迫害法轮功 访民等 早已民心失禁 明朝的灭亡仅是中共 瘟疫可治 人心难收